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车 欢迎收看FINSEI频道 国内有些楼常说七折卖楼 五一又特价卖楼 十一又特价卖楼 无端端双十一又特价卖楼 其实一直一直特价卖楼 上集说过有些促销的时间 或者卖楼的时间 早点的话 我们第一步入场 就会拿到一些好一些的优惠价 国内这一样东西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是不是完全一本通书看道路 可以这样去看这件事呢 从国内地产商 怎样去经营地产生意 和香港地产商的比较 永远都是你要抽出的问题 精结所在 你就要从底部开始找 你从底部开始研究 你才会明白 究竟生出来这棵树 它是健康不健康 你就这样表面上看它很英俊 可能那棵筋已经拦了 但是都不顶 从这个点大家研究一下 上集我觉得很流 今集打算说些没那么流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能否顶得信 首先想讲讲上年那件事先 恒大出了封信给广东省政府 就说它有个违约就来你了 看回恒大的报表 它有息的债和无息的债加上差不多是19,000亿的 有息的差不多是八千几九千亿 而无息的就是一万亿的 那那些钱都哪里来的呢 那些钱是分别是它本身是发债的 那你如果你有买债的话 你都见到恒底债很高 金笔、榴莲熊都有买 那然后在民间的信托 那些国内朋友可能都跟你说过 借贷你给一些钱 他15厘 20厘回报都听过 很夸张 早几年就会特别多 近这几年可能政府监管得比较紧一点 那就少一点 就是说在民间 在银行 在信托公司 在正常的发债渠道 还有上市 那是在这几个方向就可以拿到钱的 我说是内地的房地产公司 但是内地的房地产公司 他们的经营方法就是违快不破 跟香港的发展商是完全不同的 简单来说一说 譬如说你看回恒大的财务报表 一年的毛利率大概是27%左右 那他发债大概是10厘左右 那就是说如果我借了10亿回来 我一年建好一层楼 我就赚2.7亿 大哥拿个容易计的数 我一年建不完一层楼 一年建完一层楼就赚2.7亿 但是平均发债的利息要9厘 那就是27-9 那就是几多? 18 那就是净执18厘 但是那些钱不是我的 是市场的 那如果两年才建完房子 就再减9了 那18再减9 就是只剩9厘 所以大陆的房地产开发商 它就一味快 快到那个速度就是说 我要在同期 在全国200多个城市 我一次过做很大量的开发 那做很大量的开发呢 我就是不断在市场发债 如果我集到资的话 就算给高利息也不要紧 我最重要是卖到房子 我卖到房子 回笼的速度够快的话 这件事我就能够解决到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件事都要基于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说 你是不是全国200多个城市 每一个城市都是升市 如果那个地方不是升市的话 你那27%是否一定赚紧的 不是的嘛 可能有些地方赚得多些 有些地方赚得少些 那你一线地方 suppose才可以升 但是有政府打压嘛 还有你拿地本身都贵的嘛 那你三线四线地方 照计是难升一点 但是你拿地平 所以拉云就是27 整件事就是这样运作的 但是那个point就是说 回到刚才那里 如果你全国200多个城市 有高有低有慢有快 地盘有问题出现 起得慢了 批文还没搞定 这边贷款未到 材料出现了delay 各方面的问题 而导致到那个地盘收钱的速度 不似预期的话 那你就那10个煲 8个盖 7个盖 6个盖 越蓋越辛苦 那他上年发了封信给广东省政府 两日后 将所有微博 微信 官方所有的报道资料都不见了 那他自己恒大出来辟谣 就说不要这什么事 我好健康 我有二千多亿的现金在那儿 但是你差人一万亿 你有二千多亿 那有什么位呢 但是他又没有正面回答 究竟他里面所说的内容 是不是真的 照计都应该真的 因为都很具世无谓 哪一间银行 他欠多少钱 其实他去找政府求救 他就不是叫政府帮我顶了这一万亿 而是他想在国内上市 因为上市集资得到的钱 才是全世界最便宜的钱 还有最可怕的地方 这些钱是不用还的嘛 那为什么不用还呢 就是说很简单 你某一些的国内公司 在香港上市集完一锅之后 在大陆很大发展 然后再转回去国内上市 在国内那里 一声可以由十几元升到四十几元 一两日之内 接着几年之间 可以由四十几元跌回到几元 那这个割韭菜的行为 就是说我将我自己欠的钱 在市场上做集资 然后集资炒起 很多股民进来 割韭菜全部输了 我欠的钱 你们就全部一起帮忙帮我摊还 又不用还 又不用给利息 多好呢 所以国内他也知道他有此一着 所以也都对国内的房地产公司 在国内搞上市 是非常严谨的 就算你符合了所有条例 他都未必会给你上 让我上市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揽炒的 怎么揽炒呢 刚才说有很多银行 都是借了钱给恒大 民间的债也好 在官方的债也好 在外面的美债也好 你有机会出现违约 然后那些债是会大家借来借去的 你买完这个债 接着我再打包 变成债机再卖出去 那你一个断裂呢 就会变成交叉违约的出现 再加上更加大剂的是 当时是有六十几万家屋 在二百多个城市 恒大是未交货的 就是收了钱买楼花 那一次过可以全部变成难尾楼 很麻烦 那市场上银行突然间有这么大笔债务 这么大量的楼 好 难尾 你觉得能不能顶得顶 整个银行体系整个中国的状况会变成怎样呢 恒大它那个负债额是抛离第二位 我印象中差不多是七八倍 都挺夸张的 国内永远都说了一句东西就是住房不炒 如果你让它去上市 你就会达致到 就是纵容它去不断地大量集资 大量地去十个煲狗 各样拼命在那里 所以中国政府都挺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 因为恒大正是在它里面工作着的人 都有差不多十三万多人 再加上跟它合作的公司有几百间 银行有几百间 如果它死掉了 这些全部都会饱受牵连或者会出现骨牌效应 那是很大件事的 然后它的钱又回来了 那究竟是怎样呢 内情我们就不知道了 说到这里 国内说那些七折卖楼 或者甚至乎有些三四线地区 四五线地区 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卖一间楼出来 那些楼可能是连上精装收 很多地方那些人真是抢 这个是一个现象 我不可以说它一个是对还是不对 精明正是蠢 这件事就留下你们自己去判断 我只想说如果一个财政那么紧绝 而且它要用速度来去赢这个游戏的一间公司 很多时候卖楼的时候 它不准你做按揭 要付现金 一定要存款 然后我才给你一个这么大的优惠 那你记住 卖那些地方 全部都是那些三四线 四五线城市 它才会去到这个地步 可能那些地方 它连成本都不到 如果你说去买一件东西的话 其实是OK的 但是起楼啊 你不是买PS5 你买PS5它件事它蝕着给你 因为它赚回你软件钱 它赚回你网上service钱 Sony这么大东西 它还有很多方法去赚钱 而且Sony来的 那你起楼会牵涉到那个品质 会牵涉到它真的 你交给你的时候 会交什么货给你 也都听过说 真的收到回来的那些所谓的精装房 根本就是比清水房更差 你要全部收拾过 打过它 重新再装修 那没办法 你限不去煮饭 就是谁想做蝕本生意 如果我那堂真的蝕本生意的话 尤其是建楼 就一定是不断地去减下加价 下加价被你减到这样的状况下 我唯有就交流到不得了的货 那你交这么流的货 理论上上加可以不收货 但是你给了这样的钱 我亦都迫着收货 将这件事转嫁给你 那转嫁给你那是国内 是否这么容易可以追讨呢 那你自己想一下 那这个就是说的是三四线城市 如果一二线城市 它们就没那么笨的 因为一二线城市它有reference 喂大哥 就是等于海航那样 我卖完地回来 启德原来我搞不定 我都会将整件东西卖出去 是不是 那我将整件东西卖出去 我好过我亏了 有什么理由 看得我跑回来都已经是一万元尺 我建完一间楼 最少卖两万四两万五元尺 我才围到皮的状况下 我为什么要用两万四两万五来 打七五折卖给你呢 就是你说起都不make sense 因为那里本身真是一个一线城市 那里的地真是坚贵的嘛 所以他们那个玩法就会是另外一个玩法 就是说可能你先提价 然后就后减价 去做到一个效应给你 那些不懂的盲谋 就会觉得说 哇大陆这楼子减价了 那样又是一概念 大陆你知道有多大吗 就是香港 你只是讨论香港楼 你都要讨论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价钱 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板块 不同的基建的效应 你莫说大陆这么大 就是不要太过简单 不要太过天真啊 大佬 那所以你说一二线地区 它减价就应该是留的 实际都是留的 你回去看一些实际成交价就知道了 或者它拋出来 那个价格是这样的 但可能只有一间半间 楼下是最差的 一楼望着垃圾房 楼下就对着那些 然后用那个来做招来 就叫你迈来 不排除会有一个discount的可能性 就是说你全数付款 因为有些它真的很赶着 那些钱回来的话 你有机会会赶到它 这些全数付款 但是又是回到质量的问题 它要这么急回钱 你给了钱它 它现在还欠人这么多 钱会不会中间出现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想 但是如果你说三四线城市 它那些还出到一些招 就是说你全数付款了 你都害怕的 因为刚才我们考虑的那些东西 大陆的人都会想的 不要紧要 我第二天给你回购保证 我原价给你买回 如果我到时真的交不到楼的话 或者我交楼的时间 我原价给你买回 那很明显就是说 现在我好等钱 你先拿出来 到时我觉得这里 其实不止值那么多的 如果我到时的钱回了回来的时候 我再跟你买吧 如果我到时的钱回不了回来的话 你不会见到我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 原理也是这样 刚才说说香港的房地产生 如何做生意 不是很够时间了 我只是讲着这一刻先 那结论就是 你说应不应该买这些特价楼呢 我就分开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去区分 然后你说应不应该买恒大债呢 买不买股票呢 我刚才也都说了 那你认为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你自己的执行 最重要是每一个人有独立思考 都要等结论 还有这些世界的东西 每一天都在变成都没有结论 只是你怎样看 其实我都说了 你听得懂的话 好 今天说到这里 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你给我点赞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拜拜